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约四点抵达澳门 之后与夫人彭丽媛一同走出机舱 接受小朋友献花 并与现任下任特首崔士安及贺一辰等人握手 综合媒体报导习近平在机场发表讲话 唯一2000年他曾经到澳门访问 之后2014年澳门回归15周年时 他也曾到澳门参加庆祝活动 习近平接着称赞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 取得的经验值得总结 澳门未来发展美好蓝图需要共同描绘 根据了解习近平晚上将接见崔士安 隔天则将与澳门这届官员及各界人士会面 并于当日傍晚出席欢迎晚会 及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 值得注意的是 有鉴于香港抗争形势仍未平息 习近平这次访问澳门 格外重视安保部分 香港明报报导 澳门全程戒备 在出入境口岸区域 主要道路旅游景点等 安装了1620个天眼监控录影镜头 其中50个镜头用作人脸识别 另外50个用作车牌识别 代替人手翻查监控 也提升警方的维稳效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抵达澳门 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不过受到近期反送中示威的影响 让相关单位如林大敌 深怕出了任何差错 《评估日报》报导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多名成员 原本计划前往澳门向习近平示威 但全部人都未能在港登船 示威计划只好取消 报导指出 泛民主派的社民连成员梁国雄 黄浩明 陈浩环及古思瑶 原先计划下午1点从香港搭船到澳门 不过梁国雄表示 在他们通过香港海关并准备登船时 船公司却因澳门当局的要求 不让他们登船 只好取消此行 事实上过去社民连也曾尝试到澳门示威 但都被澳门当局禁止入境 坐船返港 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们在香港就被禁止登船 另外苹果日报也引述 香港商业电台的报导 表示今天至少有四名记者 被禁止入境澳门 包含两名香港商业电台 一名香港电台 以及一名无线新闻的记者 商业电台记者透露 澳门警方以他们疑似计划在澳门 从事危害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动 为由禁止入境 香港电台也说 该台一名记者早上入境澳门时 澳门当局引用内部保安钢要法 拒绝他入境 并安排他坐船返港 不过该台另外一名影像新闻记者 择获准入境 根据了解被禁止入境的记者 之前已报名采访习近平的活动 事实上这次习近平来到澳门的规格 确实不同以往 16日闹新闻台的记者 虽然事先就向澳门当局 报名采访庆祝活动 但还是在东人工岛公安检查站 被拒绝入境 而公安拒绝说明禁止的理由 此外 曾经在澳门民主派刊物 担任记者的崔子昭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他和一些记者同行 近日先后受到身份不明人士跟踪 还有人在他们家附近徘徊 也有记者被威胁 更有记者被公司高层强制旅游 要他们趁这几天习近平到澳门之前 赶紧离开澳门 崔子昭回忆 以往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曾出席 澳门主权回归的庆祝活动 但这次活动史无前例的严密 对澳门记者而言 来自公司高层的压力 也让他们无法随心所欲的写报道 很多内容都被高层大幅删改 澳门的新闻自由正不断萎缩 法广也指出 由于习近平访澳门 因此从香港搭船入境者 基本上都要接受查问 记者的情况更为严重 一名日本记者表示 他从香港入境的澳门后 被带入查问室审问 其中被审问的不发有越南籍 欧美人士 甚至还有中国内地人 而这名记者一度也被拒绝入境 最后是致电澳门一名人大代表 由对方说相才准许他入境 前后被扣查近三个小时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16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述职 其中形势上的安排 也引发外界关注 放广报道 林郑16日与习近平 在中南海银台会见 习近平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中央 左手边是一同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 林郑月娥则坐在右手册 据报道这样的安排 是为了凸显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中央更透过官媒的强调报道 突出两个维护 以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而这个细节也似乎凸显了 习近平掌权后 越来越严重的独裁化倾向 以及大权独揽的特性 另外一点引发讨论的是 这次李克强会见林郑月娥与以往不同 特别把会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 而不是中南海 林郑月娥2017年2018年述职时 习近平都是在中南海银台会见 李克强则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 而这次李克强搬出了中共重地中南海 有分析认为这并非李克强有意怠慢林郑月娥 而是李克强似乎被降格了 报道认为这件事对习近平来说相当正常 就如同改换林郑月娥特首的座位一样 体现了核心和围绕核心的关系 中国资深传媒人吕月 也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虽然前特首董建华 也曾在人民大会堂受过胡锦涛的接见 但在习李时代 中南海和香港厅的区别 是一尊地与李中堂的君臣之别 这里的李中堂指的不只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更是屈居习近平一人之下的总理李克强 另外吕月也说到 在经过将近半年对抗争采取强硬态度之后 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震惊中南海 外界普遍认为港府和北京对香港民情有误判 照理来说 身为香港特区领导人的林郑月娥则无旁贷 但这次述职 她却受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大力支持肯定 吕月认为这无疑是对香港民意火上加油 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提高警觉 苹果日报报导美国风险管理顾问公司发表一篇报告 指出有一款美国常用的投票机 里面有20%的零件来自中国企业 可能会对国安造成风险 对此美国五大投票机供应商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自2016年俄罗斯被指干涉美国大选之后 各公司都有加强投票机的系统安全 并以就产业链内容向政府部门申报 自从2016年有消息指出俄罗斯试图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美国对于国安危机变得更加重视 而这家风险顾问公司英特罗斯 同时也是财富杂志500强企业之一 就是受雇于美国政府部门专门监督产业链的风险 由于去年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 指出美国选举所使用的投票机 主要是由三间公司提供 在产业链部分容易受到攻击 虽然部分地区如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以自行立法要求投票系统供应商申报外国联系等资料 但对于其他州依旧有风险 为此英特罗斯也决定展开研究 16日英特罗斯发布报告 指出研究人员拆开一台美国投票站常用的投票机后 发现其中有两成的零件 包含中央处理器 软体系统 触控式荧幕等 都是由中国企业供应 虽然中国企业供应的零件不代表一定就是在中国生产制造的 但由于公司资料库并无法找出完整产业链 因此还是有造成国安风险的可能性 不过报告中以资料敏感为由 并未公开到底是哪一款投票机 报告发布之后 美国五大投票机供应商联合发表声明 认为这份研究报告忽略了他们已经采取的安全措施 他们强调自从俄罗斯事件后 美国国会跟国安官员开始关注全球产业链 确保对美国国安可能构成的风险 因此他们当时就已经按照资安专家的要求 加强投票系统的资安保护 也通过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措施 并向相关政府部门申报其产业链 确保供应商跟外包商符合一定水准 其实在俄罗斯事件之后 华盛顿政府就开始对于全球产业链中 可能会对美国国安造成威胁的部分格外重视 其中中国华为以及俄国防毒软体公司卡巴斯基 都成为美国留意的对象 希望之声报道 美国从先前这张华为列为出口管制名单 后来又规定禁止用政府补助金购买华为与中芯 这两家中国企业的设备 近期美国2020国防授权法规定政府单位 必须采取措施 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并特别规定禁止利用联邦资金购买中国产巴士和铁路车厢 以及禁止美国购买中国制无人机 避免中国利用这些设备来监视美国人 并威胁到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 不过这对于中车公司 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科技 都造成冲击 美国近几年也大动作制定法规 填补可能会让中国有机可乘的漏洞 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发表一份调查指出 虽然美国禁止中国直接购买美国卫星 但是依旧有据中国背景的金融公司 秘密向美国卫星制造商下订单 而这些卫星一旦进入太空 最终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或军方所利用 或者是对技术进行逆向工程研究 因此美国国会稍早通过的 《2020国防授权法》 针对卫星的出口定出新规定 以阻止中国使用美国卫星 华尔街日报表示 虽然美国禁止中国直接购买美国卫星 但是美国商务部只负责监管商业卫星硬件的出口 并不监管外国客户在卫星发射后如何使用 因此中国企业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 让离岸公司合法的购买美国卫星 然后将带宽租借给中国实体 包含波音公司在内 美国生产制造商的卫星 被用于加强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通信 在中国政府试图平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和骚乱的过程中 美国的卫星还帮助北京政府的网络连接 4月的报导一出 有两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质询 并吸引了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关注 而后美国在讨论2020国防授权法时 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就将这项事情提出 才让相关条款被列入法案中 内容指示商务部调查现行系统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并具有可能出台的新出口规则提出建议 以阻止中国使用美国卫星 报导指出法案的通过将影响到亚洲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由中国政府所有的企业集团 中信集团公司和美国私募股权公司 凯雷投资集团共同控制 尽管亚洲卫星表示 他们只向客户提供商业服务 从未与中国军方直接合作 但是华尔街日报发现在4月的报道刊登之后 亚洲卫星立即从香港交易所退市 其业务情况不再那么公开透明 由于这次的2020国防授权法 不只针对卫星问题 还限制了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 同时也禁止政府单位用联邦资金购买中国的巴士和轨道车 外界认为国防法案反映出 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 目前法案已交到美国总统川普手上 预计年底前川普就会签署法案 英超阿森纳队球星272 日前在推特批评中国政府 打压新疆维吾尔人及少数民族 引发中国官方及网民强烈不满 之后央视更取消了原定于15日直播的 一场阿森纳队和曼城队的英超足球赛 事件越演越烈 现在就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也发言力挺厄奇尔 美国之音报道 蓬佩奥17日在推特上表示 中国停播球赛的决定 不会转移人们对中国政府 践踏宗教少数族群人权的注意力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 可以整个赛季都封杀 厄奇尔和阿森纳的比赛 但真相终将胜出 中共无法向世界掩盖 其严重侵犯对维吾尔人 和其他宗教信仰人权的行为 13日在阿森纳队效力的 土耳其义德国球星厄奇尔 在推特上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的镇压 并批评穆斯林国家的沉默 还用土耳其语在推特上 为东图厥斯坦祈祷 事件引发风波之后 厄奇尔所属的阿森纳队 在中国微博上张贴声明歌席 表示厄奇尔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阿森纳作为一家足球俱乐部 一贯坚持不涉及政治的原则 事情的发展让外界联想到 今年10月 NBA休士顿火箭队经理莫雷 在推特上发表支持香港抗议言论 中国对NBA和火箭队随即进行了 愤怒抵制 这起事件引起美国媒体 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的集体谴责 中国网络和媒体认为 厄奇尔有关维吾尔穆斯林的言论 比莫雷还过分 当时莫雷很快删掉争议推文 但厄奇尔至今仍未删除这条推特 身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蓬佩奥 曾多次批评北京对待维吾尔人的做法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也先后 在今年9月和12月 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 虐待新疆穆斯林的做法 做出更强而有力的回应 今年10月 美国行政当局 还对在新疆质押维吾尔等 少数族群的中国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并将涉及打压新疆穆斯林的 28家中国企业 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美国之音报导 17日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 经过两院协调后的 2020国防授权法 其中包含多项美台合作的条文 比较特别的是 报告还针对台湾 2020年总统副总统选举 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在选举结束后不超过45天 就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活动 向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提交报告 接下来法案将会送到川普手上 先前川普发推特表示 只要一拿到法案就会签字 因此预计法案在年底能签署生效 由于先前苹果日报报导 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协会 发表一国一审报告 分析近几年 中国透过购买媒体机构 向有商业利益的媒体施压 以及恐吓记者等手段 损害全球新闻自由 其中香港和台湾的新闻自由 更是首当其冲 中国利用台湾本身的开放及自由 去影响大众舆论 包含散播假消息 还有消息指出 中国有意透过假新闻 打一场网络舆论战 借此操纵台湾明年总统大选 让美国非常警惕 报导指出 国防授权法 有几条跟台湾密切相关 其中一条是 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在台湾总统选举后45天内 针对中国干预或破坏选举的任何活动 以及美国抵御这种活动的作为提交报告 报告内容必须包含美国情报界 在支持台湾指认阻止 及打击这种影响力的技术 及具体做法 美国政府如何协助台湾 可以有能力 阻止外来力量 损害自由公平选举 如果中国真的有展开影响选举的活动 要针对这项活动 及执行力度做评估 最后要详练 卷入这种影响力活动的 中国政府及非政府实体 以及他们在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并指认任何用于这些活动的手法 技术和程式 而在美台网络安全活动的部分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在法案生效后180天内 要向国会两院军事委员会 针对设立美台高级别 跨部会工作组提交报告 这个工作组的目的是 协调关于如何应对 网络安全产生的议题 报告还必须涵盖国防部 目前及未来如何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 与台湾合作的讨论 以及在执行计划时面对的障碍 对于台湾关系法的审视和报告 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与国务卿审视几件事情 包含中国或共产党 是否透过军事经济资讯 数位外交或任何其他脅迫方式 影响台湾人民的安全 社会与经济制度 中国与台湾的军力平衡 对台湾的未来前途 将持续通过和平方式决定的期望 以及美国对台政策 在落实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 及2018年国防战略的角色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政策 持续在国际社会遭到诟病 日前各界人士在澳洲墨尔本举行机会 向中国政府喊出了拒绝参与一带一路 拒绝将澳洲卖给中国的口号 就连东盟各国也开始 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感到不满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日前在澳洲墨尔本国会大厦前 举行了一场反对维多利亚洲 州长安德鲁斯 跟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集会 这一次活动的参与者 有不同党派的议员 不同族裔的社区领袖 跟普通的市民 要求要调查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政府 跟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 专案协订的过程以及细节 2018年11月 维州政府绕过澳洲联邦监管机构 擅自跟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之后 隔年的10月23号 安德鲁斯跟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哲 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协议 两人还出席了莫纳什大学 跟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建立研发中心协议的签署仪式 安德鲁斯斯签协议除了让澳洲总理莫里森 跟内政部长达顿等联邦官员大吃一惊之外 也给自己跟维州政府引来了 从民众到政要的强烈批评 上议院议员兼联盟党上议院党边菲恩 在集会上谴责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斯下 跟中国政府签订协定 还对协定的内容保密 他说众所皆知 中国政府对澳洲心怀不善 中共不尊重自己的人民 中国没有人权可言 对于中共所不喜欢的人 他们可以随便关押起来 他质疑维州政府真的要跟这样的政府来进行交易吗 并批评安德鲁斯竟然如此大胆地将国家的未来 置于中国政府的首例 菲恩认为将维州跟中国合作的事 告诉所有人是一种责任 让所有人知道协定的内容 就算要耗费再多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他强调这一起事件一定要追查到底 另一位自由民主党议员 利姆·波瑞克则表示 自己看到这么多人参加追求自由 反对中共专制的活动感到很欣慰 他说所有被压迫的人民都应该要得到解放 不管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中共政权把压迫从西藏新疆现在移植到了香港 他相信接下来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 把压迫转移到世界任何地方 包括澳洲在内 他强调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贸易跟自由贸易没有一点关系 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跟他们的战略利益有关 随着贸易合作的展开 中国政府将会把扰乱自由的东西带进澳洲 这时将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澳籍港人菲奥娜跟自媒体人约拿斯是这一次集会的发起人 两个月前菲奥娜就开始征集签名 要求澳洲安全情报局全面的调查安德鲁斯跟中共政府 以及其代理者完全不正当的关系 截至目前为止签署人数已经达到了1.6万人 事实上不光只是澳洲担心 未处中国狡边的东盟各国对于一带一路的顾虑也越来越明显 自由时报报导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透露 日前他到泰国曼谷访问的时候 不断的被提醒印太地区非常的需要美国军事跟领导的协助 甚至东盟各国防长都私下提到 中国的胁迫让他们无所适从 他警告中国跟俄罗斯都在加强军队的现代化 并透过军事的力量跟经济的方式来挑战世界的秩序 不仅侵犯到小国的主权也破坏了国际的法规 他更明确地指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了自身利益来牺牲他国的结果 不过艾斯培强调现在是大竞争的时代 美国也正在跟中国竞争 但没有必要将北京当作是敌人来看待 他认为双方越多沟通越好 包括经济外交及军事截然 希望借此来了解未来中国能够走上正确的方向 遵守世界的秩序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